今年第一号台风黄蜂逐渐避近巴士海峡 气象局上午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而为了避免游客发生意外 墾丁海域已经插起了红旗禁止游客下水 而海巡署也到了海滩附近来劝导游客离开 而因为疫情的影响 不少民众趁假期出游定防律回升 而达到七成 但是业者担心要是台风又倾台 好不容易回温的业绩恐怕又会受到影响 海巡人员在岸边巡逻劝导民众赶快离开 沙滩也插起红旗 玩水的游客纷纷被赶回岸上 因为今年第一号台风黄蜂逼近巴士海峡 气象局上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现在已经禁止细水游泳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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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啦 海上警报就不行了 好不容易趁着疫情趋缓 加上天气炎热 玩水游客增加 现在因为台风恐怕又要没人了 民众担心台风来袭 业者更担心 因为除了海域附近游客要撤离 旅苏业者也怕受到波及 病房率比以往都比较高一些 那今天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这个客人都没有取消 业绩因为疫情趋缓 稍稍回温 加上目前台风只发布海上警报 还没有民众退房 就怕时间一久 台风影响加剧 旅苏业者也要面临退房命运 记得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导